來的話,補充一個之前同學問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這個地方我們假設以這個樂透雲當成案例 你會發現這邊的資料,它其實你進到那個樂透雲 0606裡面這邊連接 那你會發現進來之後 它的網頁其實會有個固定的規則 那什麼樣的規則 可能慢慢各位要習慣去觀察一下上面這個網址 如果上面這個網址,假設你可以看到有一些規則性 什麼規則性 就是其實它這邊其實是有一支程式的 程式的它這個技術就點ASP 然後它後面加一個問號 問號其實基本上 如果你看到問號的話 後面也帶一些參數,基本上這個技術叫GET 也就是透過什麼呢? 透過那個網址去傳遞參數給主機 然後告訴他說 我現在要什麼呢?請你丟一些資料給我吧 什麼資料呢? 請你把Index Page等於1 意思說我要抓大樂透的第一頁 然後後面End End其實就是第二個參數 叫Order By Order By 就是排序等於New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假如說我今天 我可不可以直接把Order By改成 有New就有Order 我用猜的 試試看 所以你這個時候可以把它改Order 按End 會發生什麼狀況? 網頁還是出現了 等於是說你把這個訊息丟給主機了 主機看懂了 然後並且把新的資料丟回來給你 這個時候請各位觀察一下 剛剛是New對不對? 意思就是說什麼? 把最新的先抓出來 那Old當然顛倒 把最Chill的 所以你會發現 它的那個什麼呢? 2004、1月5號 所以這個時候就由舊排到新 OK 那另外的話 我們所以猜到第一個參數了 第二個參數是什麼呢? Indage Page等於 你會發現底下 最底下這邊有1到65 意思說你點這個連結的話 假設你要第二頁 你就點個2 你會發現第二頁的資料就出來了 那另外的話上面 也會出現什麼? Indage Page等於2 就把第二頁的參加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1月份 這個是4月份的 2004年4月份的資料 那如果你要3 7、29 那3的話就是什麼? 應該是 7、29之後就8月2號了 一直可以推 所以你會發現 上面也會變更 有沒有 Indage Page等於3 所以假設 我們如果要把所有的網頁 那以前土把鏈鋼的話 就是一頁一頁點了些 然後全選 複製貼過來 那很浪費時間 對不對? 如果每天都要再抓一次這個資料 那豈不是在浪費時間 OK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第一個 我知道說 它這個傳遞參數的方式叫Get G-E-T G-E-T 那這個Request 後面不是有Get方法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第二個 大家以後 你們可以再觀察一些網站 它其實是會變動 但是你會發現 它後面沒有這些東西 如果沒有這些東西的話 那個東西叫Post Post有點像打包的意思 就是說 把一些參數 打包在我們傳送的資料裡面 讓你看不到 但是不是真的看不到 其實不是啦 還是可以抓到它裡面的參數 沒有問題 像我其實 之前 教的範例裡面 還有蠻多類似是Post OK 像比如說 什麼地方會用Post 像你登入帳號密碼的時候 一定要用Post 如果說假設 你帳號密碼 沒有 你用Get的話 完蛋了 上面會出現帳號密碼 如果人家一看就知道 你知道沒有什麼 所以一定要用Post 所以一定要用Post 還有什麼 蠻多的 像查詢資料等等 都會用到Post 這個如果有機會 我們再談 然後呢 再來的話 把它改回來了 比如說我就知道 這個 1-page等於1 預設是1 如果我要抓網址 你先抓一頁好了 因為我要有65頁 沒關係我先抓第一頁 然後如果要全部抓的話 再寫個回圈就好 for i in range 有沒有 從1到65 應該 倒點到66 65停下來 那就可以把什麼 那個參數i 放在這個裡面 把它變動一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只要能夠抓一頁 第二個步驟呢 如果要抓全部的話 再加一個回圈 就可以全部抓下來了 OK 那只是說我要怎麼把它全部抓下 那第一步啦 我們一樣嘛 就是拿那個什麼 假設我們用剛剛的方法 我們其實前面這幾行都一樣 所以你其實喔 Ctrl C嘛 那這邊Ctrl V 再來的話呢 可以把這個網址 置換過來就可以了 這個網址呢 把它貼過來 Ctrl C 然後這邊Ctrl V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原始碼部分 把它抓下來了 那抓下來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要分析 我們要的資料在哪裡 所以一樣的方法 我們資料好像在這個表格裡面 所以按右鍵檢查一下 那你會發現喔 這個資料呢 到底放在哪裡 你可以看到 它其實有個規則性 往上有沒有 這個日期按右鍵檢查 你會發現上面這個 它其實是一個table 所以我只要去抓什麼 抓這個table 那這個table的class名稱呢 就叫什麼 Auto 什麼呢 1-style4 把這個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的話呢 我如果要抓 這裡面的資料要怎麼抓 你會發現這個日期部分 按右鍵檢查一下 日期好像就是放在一個TD 特別注意喔 在table裡面喔 如果是列的話 叫TR TR就table row 如果儲存格裡面的資料就TD 所以其實喔 我可以把它裡面的TD 全部抓回來就可以 TD的話就儲存格 所以一個一個的儲存格 那至於說裡面的class需不需要 其實看起來好像 因為它反正 TD裡面都是放資料 所以其實只要TD就可以 class可以不要沒關係 所以喔 我們只要table 加一個TD 就可以把所有的資料抓回來 那這個的話呢 因為我有把它寫好了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那個 0606的這邊喔 程式碼在這裡 OK 其實寫好了喔 大概rown一下 你就會看一下 一樣喔 前面的那個 這幾行 一直到這邊吧 前面的六行啦 其實這邊因為 把那個超連結加過來 這個其實可以 可以把它縮短沒關係 然後呢 因為那個table只有一個 所以我用什麼呢 fine就好了 不是fine 我可以把它放大一下 有沒有 fine那個class名稱叫autostyle 有沒有 table autostyle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把這個table裡面的 所有資料先抓到sp1裡面 再把它裡面所有的TD 我剛剛講過 TD就是儲存格 反正每個一個一個一個的 通通抓下來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TD 那至於說你需不需要class 我是覺得看起來是不需要啦 所以就把它全部抓回來之後 然後呢 再把它做print出來 print的話呢 就是for i in range 那這裡面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它TD 全部print出來 不過print的話呢 我是從 因為呢 前面的那個標題名稱 假如我不要print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比如說這個裡面喔 這個是0 1 2 有沒有 0 1 2 3 3 那如果說呢 假如說喔 我要避開這個上面欄位名稱 0 1 2 3 這個不要 那我從4開始的話 那我這邊喔 你會發現喔 我回圈喔 是for i in range 從4開始 然後一直到它全部 然後 這個豆點4的話 因為它每一個都跳 那我希望呢 把四個東西抓下來之後 換到下一個 換到下一個 先把它print給各位看一下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把資料呢 全部通通抓下來了 有沒有發現 很快有沒有 這一下子喔 就可以把這個資料 全部抓下來 那這個的話 2月9號 禮拜三 開這些號碼 看一下應該理論上 就是這些啦 有沒有 2月9號禮拜三 對沒錯 然後這些號碼 特別號25 欸沒錯 就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喔 很快的就把這些呢 全部通通把它抓下來 那你想說老師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把這一頁抓下來之後 後面還有到65頁 你要把它全部抓的話 那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嘛 你就怎麼樣 再把這個城市外面包一個回圈就可以 那只要變動哪裡呢 其實只要變動這裡就可以了 indage page等於1有沒有 把1變成2嘛 其實如果假設你音樂 page等於2啦 如果手動改的話 如果你現在執行 他應該會去抓第二頁 這個應該是第二頁的資料 有沒有 2021的11月26號 那當然你用手動 不過不是一下你手動改啦 這個寫回去就可以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那可以參考一下那個 這個雲端上面的0606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嗎 好嗎 好